民進黨今天下午舉行中常會會中 通過全新的黨務人事案 包含是新聞部主任由吳徵來接任 原本的新聞部主任張志豪 轉任組織部主任 至於王毅川則是接任政策會的執行長 不過其實近期這個有中國的媒體人 王志安日前上賀龍夜秀的時候 提到說民進黨在選舉的時候 推出的殘疾人士來刪情催票 被指在說民進黨的部分區 排名第十六的身障律師陳俊翰 王志安說這個在煽動這個 整個消費陳俊翰的救世民進黨 對此民進黨的全新發言人吳徵 有最新歡迎一起來聽 請他不要再繼續用錯誤的觀念來認知 包含陳俊翰博士以及民進黨的提名 陳俊翰博士他有身障者的身份 而是先有一個刻板印象 戴上有色眼鏡先入為主 我們還是希望他尊重陳俊翰博士的主體性 賀龍有道歉嗎 他有道歉 對 那我就會繼續叫他道歉 對 就是說這種節目啊這個 當然大家可以說它是言論自由 可是有些紅線是不能踩的 譬如說涉及種族 輻射 性別 或者是這個 談的這一種對身障人士 就是說有各式各樣盡視歧視的資源 或者是善笑嘲笑 這條線是不能踩的 好 可以那吳徵師強調說 請王志然不要再用刻板印象來看待民進黨 還有政黨活動 他說陳俊翰上臺發言就是政黨活動的一環 至於王毅川則要求賀龍夜秀主持人賀龍來道歉 並強調說有一些禁忌就是不能踩 以上楊志昕